所以我們每一年都要來搞一次這種事情 請問一下 那到底我們健保創立的目的 是為了民眾的權益 還是只是為了政府想要省錢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要來搞一次這種事情 請問一下 那到底我們健保創立的目的是為了民眾的權益 還是只是為了政府想要省錢 我前面買的價格比較高 但是4月1號是不是變成要低賣 你就會發現這個中間就會產生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虧損的空間 如果有一些其實它藥價過分的高 那當然是藥廠在賺錢 那這中間要去探討它的合理性 我才會回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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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學校文化 我們在學校園